梅林布拉不算是特别出名的旅游目的地 就三件事情 钓鱼 吃生蚝 坐船出海看鲸鱼 我们应该就是坐这艘船 然后昨天晚上我们的房东在网上 帮我们预定了这边的一个观景的行程 然后现在应该是去预测一下行程 为什么 他对他有点害怕 为什么 为什么 观景的整个行程大约有两个半小时 我们一家三口的花费大概是195澳币 折成人民币是950块钱 这一天有些下雨天气不算太好 一个是担心浪大晕船忍受不了 二是担心这一趟到底能不能看到鲸鱼 这一天有些下雨天气不算太好 这一天有些下雨天气不算太好 穿着,穿着,穿着,穿着 很重要,穿着 穿着,穿着 穿着,穿着 很重要,有很少雨 请保持着,请保持着 五个坏 澳大利亚是世界上观看鲸鱼最佳的地方之一 一共有45种以上的鲸鱼可以在这里看到 比较常见的坐头鲸和南路鸡鲸 有些区域还能看到蓝鲸和一些比较稀奇的鲸鱼 每年5月到11月鲸鱼会从南向北迁徙 到温暖的海域里繁殖交配 然后携带幼鲸回到南部 在南部水中喂养 7月到9月是规模最大的时候 澳大利亚海岸线很多的观景点都可以看到鲸鱼 我现在就是想图图出来 不要绝脉很大 有红个 我没看到鲸鱼 好难受啊 最开始有点下雨 后来雨停了 但是浪很大 我们坐的这种观景船也是挺小的 最多只能载30多个人 是两个层的那种 在海上荡来荡去 对于我们这些从内地来的人来说 还是蛮紧张的 开了大概有半个小时 就听见喇叭里面再喊 大概的意思就是几点钟方向出现了鲸鱼 这边就再回到鲸鱼 你会发现鲸鱼的浪距离不太长 它现在每个2-3分钟都飙在河面上 所以我非常舒服 这边都飙在河面上 几次到鲸鱼 这边就再回到鲸鱼 3分钟 关键的乐曲 再来可以看到鲸鱼的各种动作 比如它破水而出 用尾巴拍打水面 发出巨大的声响 或者跃起来修复鲸 有经验的人还可以通过鲸鱼的呼吸 通过它喷出来的水柱来判断 这个鲸鱼是什么品种 通过这样的观察来探索自然 这毕竟是之前只能在书本和电视上看到的物种 个人建议参加上午的这种观惊行程 不用吃早饭喝一点点水 也不要怕把孩子饿着 就是杠一下就哭去了 要不然在船上吐得稀里哗啦就更惨了 做起来的力气都没有 你也没有更多的精力去看鲸鱼 其实对于我们来说 关键更多的就是看个热闹 距离太远 船太晃 天气太冷 风太大 你要说舒适感 还真的有些差强人意 你想要了解鲸鱼 翻书上网看电视 都比你在这里看到的 听到的 获取的知识要多 不过这就是最真实的体验 你会吹到风 淋到雨 听到鲸鱼喷水而出的气浪 你会因此而感叹 我居然离析个大家伙这么近 但对于我们来说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